迪丽热巴新综艺来袭,都说秒杀跑男,杨颖估计也要眼红了。 迪丽热巴,从出演《古剑席盘》开始被大家熟悉,这个大师姐跟大师兄之间的蒙蒙搭爱情,让人对这个师姐颇给好感。 而在《一刻拉链人》里的出色表演《风头直盖女》一旁烟,可谓是稀粉无数。 而自从出演了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之后,更是一发不可收拾,一跃成为当红一线流量明星,毕竟演技和颜值都在线。 并且通过跑男这个节目,变得更加接力气,受众群体也更大,热巴这样颜值演技都在线的明星,势必成为跑男最大亮点,获得更多观众喜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 但是自从Angela Baby生完孩子回归跑男,迪丽热巴却退出了跑男这个节目,大家都为热巴只是羊颖的替身而难过,很多人甚至从此不再看跑男。 其实,看过跑男的应该都知道,热巴退出跑男,羊颖不是唯一一个原因。 跑男李迪丽热巴和陆寒组成CP,可谓是粉红不断。 都在大家以为他俩要恋爱的时候,陆寒微博公布恋情,可以说是非常打脸了。 而身为CP的热巴,如果继续在这个节目里,跟陆寒组成CP,那岂不是很尴尬,为了避免尴尬,总有一个人需要退出。 我宁愿相信这是热巴的成全。 就像热巴在微博中说道,勇敢,温柔,一如既往。 这个姑娘一直都很坚强,也一直做到最好。 而热巴最新的综艺漫游全世界即将开播,漫游全世界,听名字就知道了,是一档旅行的节目。 最近慢生活的综艺,一直很受欢迎。 而热巴的这档又可以旅行,又可以吃美食,还可以顺便工作,真的好惬意啊,而且还能带着大家看遍众多美景。 这个综艺节目一定会收视率爆棚的,为热巴开心,它值得更好的。 大家期待迪丽热巴的新综艺吗? 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